会有效延缓了企业的资金困难 但在一段程度上也会延缓了银行的风险暴露 延缓了风险土著的时间和空间 原本延期贷款对资产资产管控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大 但是我们有信心保持这部分资产的可控和稳定 银行也都表明之后不良资产仍然将会释放 不良率和原额或者会略有上升 但对盈利冲击有限 上半年内银正息差全部下跌 当中以工行跌幅最大 农行只是微跌0.02个百分点 工行行长旭树表示 上半年工行加大向实体经济让利的力度 新发放财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跌40个基点 有线电视记者郭希林报道 中人香港指新增的不良贷款主要是受疫情影响的行业 承认下半年信贷成本有压力 新的不良贷款确实跟疫情影响是比较大的 中间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比较多 所以下半年整体的信贷成本确实还是有压力 但是同时我们也是有信心 我们在信贷成本的控制 在资产质量的保持方面 是能够优于市场的同业 美元持续弱势 美汇指数连跌5日 人民币对美元进一步是升至6.84的水平 港元也持续强势 触合强方兑换保证 金管局向市场注资 金管局在欧洲交易初段开始 承接美元股盘 向银行体系注入11亿6千万元 令星期三银行体系结余增加至1941亿 是三年高位 港元存款单月大增近3千亿港元 金管局最新数字显示 上个月认可机构存款升2.7% 其中外币存款按月多1.1% 港元存款较6月增加4.2% 相当于单月多2,980亿港元 其内在香港使用的贷款也多2.4% 金管局解释存款及贷款增加是新股认救活动所致 扣除相关因素的话 上个月港元存款升幅是1.5% 百姓中国本港第二上市 集资近200亿港元 星期二起招股 销售文件显示 百姓中国在香港发售4,191万股 当中4%公开发售 招股价上限468元 一手50估计 入场费近2万4千元 9月4日截止认救 9月10日上市 华阳置地已经提交申请 分拆旗下物馆公司在香港驻版上市 阳地华已经就分拆旗下物馆公司 万丈生活向联交所提交上市申请 认为分拆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有助集团释放价值 恒大上半年小赚5成6 合约销售金额更3500亿 管理层说 有信心达成全年销售目标 恒大上半年小赚5成6 赚65亿人民币 收入升近1成8 当中物业管理业务收入29亿7千万 升2成8 上半年合约销售额更3500亿 管理层说 有信心达成全年销售目标 我们今年对外公布的目标是6500亿 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56% 但是对内的目标 我们有个自己的目标是8000亿 那么我们认为 这个8000亿的目标 我们非常有信心 金九银十 是我们中国传统销售的一个望迹 加上公司 现在我们在建的 和准备推出的货源 还有大概9000亿左右 这一块对我们的全年的销售 会起到一个巨大的推重率 截至6月底 负债减少大约400亿 恒大话 有信心年底实现负债 和正负债率下降 而新能源车业务 集团预计2022年大量生产之后 可以达止收支平衡 内地官方制造业PMI 跌至51 是3个月以来第一次回落